MTV 音乐电视频道 MTV 音乐电视频道 特别隆重地介绍一下 是张亚东老师给我写的 是我跟他合作的过程当中 他写的最爱情的一首歌 《那不会是爱吧》这个MV 算是我之前拍过的 最有意思的一个 因为我要自己扮演 很多个不同的 自己的那一个角色 里面有个很标志性的动作 就是《那不会是爱吧》 就是要强大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由主唱的时候做 所以这一次算是我在MV里面 跳舞操的最多的一个 喜欢的东西 我不会去考虑太多 客观的原因 我相信第一指决 我相信对音乐的一见真情 MTV 爆料 我心里面来讲的话 永远的No.1肯定是Marie Carey 受她的影响 开始更多的去听西方音乐 因为在她之前 我可能都不是这么听英文歌的 《那不会是爱吧》 你在身边 慌来又慌去 《那不会是爱吧》 《不会是爱吗》 为难了你的心你的朋友 当你有何罪说着遗憾 你问为何找到新的另一半 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 不断地向你倾诉 老爷总是轻轻满心 两个刚满月亮 还标准吧 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活动 送我们出来的人 就一直这样 逼着头 我们已经道别过了 搞得我们也很不好意思 我们在车里也都逼着头 他不看到我们的车 离开他的视线 他就不会起来的 张正月很多的歌 没有太多很滑丽的字句 但是能够第一时间 让你最快的速度 抓住那一种 他其实以前的路线 是蛮 蛮另类 蛮个性的那一首 我很难情绪嗨到不能控制 很难的疯狂 对我任何事情都会衡量说 应不应该 对不对 错不错 就会不会太过 就永远在搞一个平衡 Grammy的现场 我有去看 Tina Turner 今年应该70左右了 觉得在她的这一个年纪 然后在台上唱歌的爆发力 一点都不比Beyondi 好 我忘了 我想过 不够一张 不够一张